国民党内委徐晓星质疑我国援助乌克兰计划涉嫌涂利 结果遭到外交部告发涉嫌泄密 战斗篮的发钱赵绍康13号这一天举行了一场记者会 有超过十位的蓝银迷带旗聚来力挺 徐晓星特别强调了他不后悔爆料也会追踪到底 同时他已经放话了在15号这一天将会继续跟外交部长吴钊写直球对决 好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也说了 对于任何个人隐私的伤害还有恶意的攻击 是社会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国民党的部分一定会力挺徐晓星到底 好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吴钊写 吴钊写日前跟立委互杠而且还发文开呛 面对无理的质疑他甚至爆了这个粗口 针对这两个字到底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外交部次长田中光竟然解释说 这个是非常接地气的用语 吴钊写喜滋滋踢上魔法部吵架王彩带 当大家追问三点二亿原无金流 吴钊写搞立委 立委问他是谁扯国家后腿 吴钊写直接国会暴走开杠 甚至发文料化是要是无理之一 林北一定吵到底 堂堂部长喊林北 外交部次长帮忙解释的超级尴尬 这是非常接地气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语言 以前我觉得这可能是高高在上 现在听起来可能是我们兄弟的意思 难怪可以在外交部 难怪可以在外交部 如果他是林北我就是老娘了 林北应该是说我是你爸爸 五四零八八 田光中次长可能是有比较强的求生欲 网友炸锅炮轰 吴钊写自称林北是把自己当百姓的老子吗 搞清楚你的薪水就是林北们给你的 在嚣张什么 蒋林北是接地气是吧 老师可以教学生蒋林北 林走骂吗 有人耿吐讽刺 以后小学生自称林北 老师要给他贴个小欣星 称赞很接地气 更有人帮吴钊写林北造句 林北就算断交八国 也不认错要当官到底 翻开教育部的闽南语词典 林北是男子自称的粗俗用法 常用在蔑视别人发怒的口语上 但悲哀的事 律营大官公开大声宣扬 甚至还帮这句林北来作背书 吴钊写代表的是蔡英文跟美国的势力 市长你也辛苦了 你的长官是这么一个土流氓 然后你也要跟着他起哄 蔡英文爱将 堂堂外交部长 曼库林北还沾沾自喜 背后是谁给的底气 百姓全都看在眼里 这黄军陈珍SN小组台北报道 好 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这是学者施政峰说了 这个吴钊写真的懂外交吗 他也要坦白说吴钊写没念书 主持人说吴钊写是不是嚣张 今天教个台语 台语就笑到 那其实 上一次讲林北差不多是 二十多年前李登辉总统的时候 李登辉总统的时候 他会讲一些话 记者会不清楚 然后就会问 比如他第一次在讲鸡仔 鸡仔 鸡仔是日本话 齿轮 他讲说磨合这个部分 很想说 记者想说 怎么椅子会坐不稳 第二个他也会是讲林北 然后记者会问说 奇怪他是在讲他爸爸吗 他不会讲我们的爸爸 他爸爸 他爸爸到底跟这件事情 有什么关系 OK 你知道我讲一下接地气 你现在在讲林北的时候 没有你是缺陌 你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很严重 很严重的 那你不是赖清德要跟中国 要开始怎么样吗 怎么忽然 你怎么放出一个国安会 外来国安会的人讲那样 因为你在讲是讲老公 对不对 应该是吧 应该是这样子 我就是很嚣张 第二个就是说 他到底懂外交吗 因为外交 你看 其实像上一次 他們中國那個外交部長 戰狼也是很奇怪的 通常外交部長跟國防部長 剛過去蘇聯要 都是黑臉白臉的 很多東西都是私下要運作的 從來沒有看一個外交部長 喜歡跟外國人講英文上媒體 我不曉得是買一送一 一個是小英 然後他也可以 你知道歐洲人其他國家 你跟他講英文他很不爽的 我不騙你 好像我是一個小八哥 美國派來的教訓你們的樣子 第二個就是說其實通常 我們要影響他們 坦白講真的 我們要他們影響他們外交 其實也不是公開講 也讓他們會下不了台的 那你知道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我看來講就是很糟糕 內政搞不好的才去玩這些東西 另外現在也傳出了 民進黨的前副秘書長林非凡 可能會出任國安會的滋味 甚至是副秘書長一職 因此也讓賴慶德的國安團隊 立刻引發了爭議 前立委郭正亮就說了 民進黨政府用人每況愈下 戰狼吳釗燮當國安會秘書長 已經夠讓人冒汗了 如果再加上林非凡 國安會未來還能夠讓賴清德 有完整正確的決策判斷嗎 蔡英文的國安團隊就已經被很多人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差的 沒想到賴清德這個用人更美況愈下 我知道他為什麼 如果是真的啦 現在還不知道 如果他真的是用林非凡當國安會副秘書長或國安支委 我講白了啦 他就是要處理國內監控 因為總是要有人對國內政情了解 每天要看國安日報 了解國內的動態 他也許覺得需要這樣的人 那他是滿喜歡林非凡 這是事實 可是你會不會把國安支委給作小 那賴清德 你用吳釗燮這種戰狼來當國安會秘書長 大家就已經覺得心裡都冒汗了 因為他一定會沒有辦法監聽嘛 因為他的立場太鮮明了 所以到時候你會不會提供給賴清德的情報 通通都只有美國情報 人家當然會這樣理解嘛 或者是歐洲最反中的情報 日本 韓國最反中的情報 然後讓賴清德以為世界就是這樣 那這樣不是很糟嗎 那如果你在用林非凡這種人 林非凡搞不好黨派意識很強烈啊 那搞不好他就都給你 報上去都是對國民黨很不利的 那完全都偏聽耶 是啊 我跟你講國安會最重要就是要監聽 你要讓總統有完整正確的情報 讓他做決策的判斷 好 總統當選賴清德的國安人事部局 已經大致底定了 當然學者普遍認為 這個安排呈現的意象就是台灣會在國際地緣政治變動當中 維持兩岸國防外交政策的一貫性 綠營的智庫人士則指出了 準國防部長顧立雄跟準外交部長林佳龍 兩個人都是非本科出身的首長 將會面對各自的問題 對於賴政府會是考驗 好 不過呢最大的關鍵還是在賴清德為美中台關係所設下的一個框架到底在哪裡 界限又到底為何呢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我記得準備好友喃 好友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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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